下一首也是四四拍的 一共是三个小节哦 一 二 三 高 第二点没有节拍器 一 二 三 高 一共是四个小节会更难一些哦 一 二 三 高 一共是四个小节会更难一些 所以小朋友可以 边听边写 写多少算多少 然后听第二遍的时候把没有听到再补上去 第二遍没有节拍器 一 二 三 高 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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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答案在屏幕上方 所以不管是哪一条如果觉得我们需要多听好几遍是可以再重新replay的 家长呢可以每天选不一样的节奏 去弹奏出来给小朋友听 每天多练习呢一定会提高我们耳朵对节奏的敏感度 那如果我们有很好的耳朵能够听准各种不一样的节奏 对我们的弹奏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有机能够后